我怎么听说你的肩伤又犯了 伤口突然有些刺痛 许是雪天失寒 不过并无大碍 是谁多嘴 竟传到王妃的耳朵里了 无大碍就好 我特意让太医开了一些止痛的防药 还有 来 这个是去除疤痕的浴膏 你记着每天都要涂啊 我可不想我的浴袖 将来是带着伤疤嫁人的 瞧王妃说的 谁说玉秀要嫁人了 玉秀就守着王妃谁也不嫁 你说的 那若将来宋将军娶了别的女孩 你可别哭鼻子 王妃 又拿玉秀说笑了 王妃 你不知道 这宋将军可想着玉秀姐姐呢 刚才还给玉秀姐姐送来了那药呢 原来有人比我更惦记玉秀 你这头发这么乱 你怎么见得人家呀 宋将军是将东西在门外交给的我 并未如内 这可有意思了 宋将军何时变成了闷葫芦 心里惦记还过门不入 王妃 你看那花 这也是宋将军送的 还特意叮嘱 要放在向阳之处 他说 这是他特意从皇陵带回来的 我在皇陵的花园里 种过一束兰花 宋将军此行如若方便 带我去看一下 倘若他还活着 就替我浇一下水 好生照顾他一下